听安姨爸爸说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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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杆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唇控的功能没有了 也就是说不能用嘴唇去控制弯音了 那颤音能不能控制呢 我们回头会再试一下 开机 这是开关 和A105是一样的 它有两档 一档是ON就是开机 然后把它再往左拨 就是蓝牙的开关 蓝牙灯亮 这个是电池供电方式和USB线缆供电方式的选择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电池 所以是用过到左边 那这个是卡线的槽 再看另外一侧 只有一个耳机的出出口 其他地方都是很光滑的 后面就是一个Faction的功能按键 这是一个挂钩 好 这个和A105并列起来比 真的是好迁徙啊 但看到按键了吗 它上面的那层装饰没有了 好 我们再看看正面 我们再看一下管身的功能 Tone键 变音色的 按住功能键 按一下Tone键 它出现声响 出几声就是第几号音色 依次累加 音量键 同样 按住功能键 按音量键 也是靠这个滴滴声 来表示音量的大小 呼吸曲线的调节 同样是 这五档 L2 L1 一直到H1 H2 变调 向上 一直向上 向下 混响按键 同样是按住功能键 混响也有五档可以调 这就是全部的机身功能 没有屏幕了 很多人 AE10的用户说 AE10的屏幕上面都是英文 看不懂 现在完全取消了 纯控取消了 弯音钮 十字轮取消了 液晶屏幕取消了 所有的功能全部在管身上 操作 我们试一下 现在 这种执法 少了那么多按键 有什么变化吗 习惯萨克斯执法体系的人 会有些不适应 因为毕竟AE01是一款 以树敌的执法体系为基础来开发的 AE10和AE05一样 他们都是在萨克斯执法体系上去开发 就是我们听说过一个词叫波姆体系 我会单独来说这件事情 宽度上 AE01就会变得非常好握持 一共就9个按键 7个主按键 还有两个复数按键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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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